陳彥霖家仁日前在法院外被滋擾 兩個男女被控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提堂 被告65歲賴瑞英、17歲李國榮 控罪指他們星期一 在西九龍法院大樓地下公眾區 向陳彥霖媽媽、外公和堂者 作出圈話或擾亂秩序行為 同時用辱罵言詞 李國榮被捕後 報稱呼吸困難、頭痛 仍然在醫院留意 未能出庭應訊 案件押後到9月1日 或直至她出院 期間由警方看管 賴瑞英的案件押後到10月8日 作進一步調查 她獲轉保釋 期間不可接觸死因言訊所有證人